相信没有人不会被田中玉子吸引,在如今这个美颜滤镜横行的时代,经常会有人做这样的感慨,哎,还是曾经港片黄金年代的那些美人才是真正的美啊? 这句话其实放在哪个国家都合适,不信我们来看看日本昭和时期的美人,一个个都风华绝代又自带辨识度,绝对治愈各种脸盲症患者。 1.田中玉子,被无数博主用来剪辑的美女吸烟的美丽场景就来自田中玉子在天成山奇案里扮演的美貌一季大种花,开头视频就是她,被称为日本纯玉天花板。 田中玉子靠多部作品火遍日本,而和田中玉子的演艺经历同样传奇的还有她的爱情故事。 1982年的时候田中玉子和已婚的泽田延二合作了《银次郎的故事》第30篇里的《银次郎》落英冰分。 泽田延二是当时日本的超级顶流,事业涵盖了多个领域,还被称为日本的约翰农烈,妻子也是一名歌手年长她七岁。 值得一提的是泽田延二的妻子来自于日本当时比较火的一个双胞胎姐妹组合,花生姊妹花,她们是真的双胞胎姐姐是伊藤月子。 而泽田延二在拍摄《银次郎》的故事时就喜欢上了娇巧可人的田中玉子,可是当时她有孩子有家庭只能选择将喜欢埋在心底。 后来拍摄结束以后田中玉子凭借阿信报货,并且接到了山口百会成为了当年红白歌会的主持人。 两人再次相遇并在大量的排练过程中产生了感情,于是两人就展开了长达七年的地下恋情,即使是一贯很厉害的香港媒体也是在两人恋爱的第五年才发现了两人的地下情。 看到恋情曝光难纳不住的泽田延二选择向妻子提出离婚,离婚后两年后两人正式结婚,因为爆出的地下恋让当时事业正红的田中玉子不得不吸引了七年以缓解结婚带来的不良影响。 两人一直没有孩子而是养了很多波斯猫,相依相爱了二十多年。 二,泽口镜子,泽口镜子上和微高,兔牙娇呛,五官非常精致,可爱却又不失女人味。 气质高雅,容貌清新却不显的寡淡,妩媚中透着清纯,这样不落俗的美让人一见难忘,神魂颠倒。 当时的世界首富第一名巅峰时身价高达一千六百亿美元,据说泽口镜子与富第一名也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但是随着富第一名后来出世入狱,他俩就显有来往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向对妻子痴情的德仁天皇也曾公开表示一一,泽口镜子是他的梦中情人。 不过泽口镜子虽然一直都不缺少追求者,但如今五十多岁的他还是单身一人,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 粉丝们纷纷为泽口镜子感到可惜,但他们也很尊重泽口镜子的选择。 泽口镜子几乎将他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在了演艺事业上,他不搞绯闻炒热度,不嫁豪门找靠山,只是兢兢业业的地演戏。 只有这样的女星才配衬得上女神二字。 风华绝代的泽口镜子是昭和时代永远的传说。 三,吉永小百合,吉永小百合是日本国宝集影后,美如远山寒带,慕似秋水恒波说的大概就是他这样的吧。 刚大学毕业的吉永小百合遇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日本富士电视台的电视制作人钢田太郎。 对方比吉永小百合大了15岁,还有一段失败的婚姻,两人的感情遭到了吉永小百合父母的强烈反对。 尽管如此,吉永小百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依然嫁给了配不上自己的钢田太郎。 15岁的年龄差,外界的不看好,都不妨碍相爱的两个人在一起,他们是生活上的好伴侣,事业上的好搭档。 两人约定不要孩子,吉永小百合更是全身心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上。 尽管终身未遇,夫妻俩把二人世界过得有滋有味,抗力情深,携手度过了几十年,上节目时眼角眉梢都是幸福。 婚后吉永小百合的荧幕形象开始由天真烂漫的娇俏少女转向层次感更加丰富的女性,演技更是日真完美。 时间对吉永小百合尤为偏爱,舍不得在她脸上多留痕迹,尽管少女不再热烈,但浅浅亲密的美却从未改变。 这一美就是几十年,川丹康成是她的粉丝,为了见她特意赶去一斗舞女的外景拍摄现场,张国荣公开表示自己是她的谜底,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更夸她是日本最美。 2020年,日本某杂志公开了一份日本女星广告酬劳清单,75岁的吉永小百合在所有女艺人中,排名第一。 杂志给她的评价是五十年地位不变的顶级女星,年过古兮也依旧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中,人气更是不减当年。 吉永小百合虽然不负年轻,但从容老去的她依旧是影迷心中那朵永不凋零的百合花。 四,山口百会 一代女神山口百会是真正的顶级巨星,在昭和时期红遍了整个亚洲,对那时的音乐影响非常大。 影视方面的成就也很高,但其实她在娱乐圈的时间只有短短八年。 山口百会出身寒威,小眼睛单眼皮,还有虎牙。 但她的美跟她的人一样,是一种真实,无尾式的美丽,清纯灵动,皎洁清新,生机勃勃。 她像雪地里的白山茶,粗看平平,却越看越耐看。 不笑的时候像祭司人偶,笑起来活泼动人,那是多么自然,淳朴,天然去雕式的青春。 山口百会在21岁最鼎盛光辉的时期选择退出娱乐圈,犹如樱花凋谢,被称为樱花之神。 青春芳华,在最美好的年龄遇见爱情,山口百会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了三浦友和。 从巨星到依然决然地退隐并使之不渝,她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五,小泽珍珠。 小泽珍珠有着日本第一美人称号,她的长相很有辨识度,浓眉大眼高鼻梁,因此,不少人当时还猜测说她是一个混血儿。 任何时期都是看脸的,由于她在日本当地出名,很多人还拿她与香港明星做比较。 有人发现她的长相跟李嘉欣,关芝林很像,感觉就像是两者结合起来的长相,那颜值是真的绝了。 有了名气之后,追求者也越来越多,富二代,成功的商人,颜值顶尖的帅哥应有尽有,让人没想到的是她通通都没有选。 她最后与一位普通牙医走到了一起,她的丈夫比她小八岁,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 婚后几年,小泽珍珠还给她生下了两个孩子,那时她的年龄已经是39岁了,能这么拼,想必两人也是因为爱情而走到了一起。 她已经43岁,脸上已经有了岁月的风霜,但整体状态依旧非常好。 六,钟思明菜,钟思明菜是昭和末代第一歌姬被称为山口百会的接班人,还是宾奇步的偶像。 她的歌曲,更被张国荣,梅艳芳,张学游等众多港星传唱过。 张国荣还曾公开表达她对钟思明菜的倾慕,称十分欣赏她的才气。 她还是徐克导演的电影《倩女幽魂》的灵感冒丝。 电影中那副小倩的画卷,原型其实就是她。 就如徐克所言,看见钟思明菜的第一眼,如见招和少女从服饰会中走出,玻璃般一碎的美貌,轻烈忧郁,我见游莲,一捧轻泪,如从迷夜揉碎的月光,滑落人间。 19岁,钟思明菜在出演一部电影时,巨星级别的艺人靳腾珍艳,对女主钟思明菜一见钟情。 下了舞台,靳腾珍艳立即摘下自己手中的黑带帽戒指,赠予明菜。 她多次在采访中暗示,珍艳就是我此生唯一的爱人。 可靳腾珍艳却迟迟无意求婚。 不久后,她的花边新闻相继被曝光。 在和明菜恋爱期间,她早就出轨了石原真理子、松田圣子等女星。 被情重伤的钟思明菜在两人昔日的爱潮中轻生。 经过六小时连夜抢救,钟思明菜最终捡回了一条命。 而痊愈不久,她便接到了靳腾珍艳的电话。 珍艳说,她联系媒体准备召开新闻招待会,还摆好了金屏风,等她。 树立金屏风,在日本寓意着要官宣结婚。 钟思明菜喜出往外,奔向招待会现场,带进腾珍艳现身。 记者们连忙追问她摆金屏风是否意味着宣布订婚。 没想到,靳腾珍艳当着全国媒体的面回应了一句,完全没有打算娶她。 钟思明菜就此一蹶不振。 她尝试过付出,可内心的灵犬已走向了枯竭。 再加上,她的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只能无奈隐退。 七,宫藤静香。 宫藤静香曾是日本偶像派歌手的顶流,一度被全日本的男性封为是最性感的女神。 日本偶像四天王之一。 她的前任和现任都是日本的顶流人物。 前任林家树,现任牧村拓栽。 无论是哪一个,都能在日本引起很大的轰动。 23岁的宫藤静香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作为嘉宾的林家树和她出逢,两人竟意外撞出了火花。 林家树不光是在日本,甚至在全世界音乐圈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是日本视觉系摇滚教父级别的大咖,而且还多次担任格莱美奖的评委。 两人虽相差四五岁,但一见钟情,很快就进入了恋爱期。 可惜,两人最终没能将爱情进行到底。 经历了失败的恋情之后,宫藤静香陷入了低谷期。 在一次酒会上,她跟牧村拓栽相遇了。 牧村拓栽是全世界顶流的明星,中国影迷们对她也是颇为的熟悉。 就连徐希苑和徐希蒂都是牧村拓栽的粉丝。 他们甚至为了偶像,愿意选择去日本发展。 这么一位国际男神竟然能对自己一见钟情,这让宫藤静香魅心非常欢喜。 很快她就接受了这段恋情。 2000年的时候,牧村拓栽宣布结婚的消息,一下子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宫藤静香因此连续20年被全日本的女性评选为最不受喜欢的女艺人。 就这样,宫藤静香收获了日本女性对她的夺夫之恨。 如今,宫藤静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女儿牧村心美也继承了父母的颜值,美得不可方物,成为了宝格丽最年轻人的代言人。 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是酷姐姐宫藤静香跟牧村拓栽的感情却意外地顺遂,真的是让人羡慕不已。 时光无声无情,美人终有迟暮,但是那些美丽的容颜曾经惊艳了无数人的岁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